当化一名18岁朱姓女学生 她才刚考上长荣大学护理系 没有想到10号晚间 骑车行经花坛省到台义县中山路时 在路口想要左回转 就被一辆宾室车当场给撞上了 这位女学生连人带车喷飞了50公尺远 由于她平常相当热心 都在医院里头当志工 还立志要当一名护理师 当天晚上打工到下班了 她一听到阿罗华克运发生了车祸 立刻也有赶到医院来帮忙 没有想到却在回家途中 碰到车祸丧命 命违让家属相当的痛心 十字路口交道号制闪着红灯 这是一名女骑士在路口左回转 没想到才刚转过去往前骑 立即在后方一辆车高速撞上 女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50公尺远 目警民众甚至还发现 肇事驾驶竟然将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给扒了下来 强大撞击力道 极变朱姓女骑士有戴安全帽 但头部严重受创送医之后 有生命危险 家属亲有得知消息赶到医院无法接受 做爸爸的说到难过哽咽因为他的女儿白天在饮料店打工 一有空闲就会到彰化秀传医院的急诊室担任志工 今年也如愿考上大学护理系 十号当天他饮料店打完工下班看到彰化发生阿罗哈客运翻车意外到医院帮忙 没想到离开医院后要回家途中就在距离家门前三分钟路程发生意外 双方是五九驾的状况 根据旅行驾驶与唐华记录表陈述 那大约车速大概是八九十 警方调查事发的中山路上限速七十公里 撞人的三十七岁旅行驾驶探程开到八十九十 是否有超速还得由警方进步厘清 而朱信女骑士现在还躺在医院 家属亲友大力及气 盼望善良的他契机出现 接下来到网站报道